工程师玩模型 搞艺术 任性成为香港第一人 本身我自己的工作做了很久 我都做了18年半 每天保持着很习惯的工作 不太知道自己去做什么 我就想试一下 不如给自己大约一年时间 去做这件事 那时候它出来的效果会变 慕容俊贤出身IT产业 年过40似乎不能够再任性 但他抵破大家眼镜 离职投入情景模型创作 闯出一片天 我两年半开始玩木体模型 基本上玩了半年后 我就开始做情景 发现做这件事 可以令到我感觉很开心 这件事比较冷门 里面会包含它本身有一个背景 有它的物件或者人物 构成一个故事 你是一个神 你可以做任何东西 你可以想某程上是狠狠地去造反 慕容俊贤入围了今年的冰松大奖赛 是日本最重要的情景模型创作比赛 成为香港第一人 今次建作品我花了三个月时间 关于忍者的 叫书罗便 整个故事是关于 这么有型的令人文风丧胆的忍者 接到他的主公一个暗杀任务 走来行刺他的敌对大佬 于是就展开一场大战 同本就劫了一个屋营船去营救他 猫仔 我仍然在里面的猫 箭字 他经常到处去问我们 找人做些什么 睡醒就开始要搞 搞到累就睡 睡完又搞 感动了 我说不出 真是最开心 搞到有点想要玩累 每一种物料 它需要固化分量 你需要控制得很好 其实做Diarama 最重要是自己的观察力 其实你幻想到水是什么样子 你只要刮它出来就可以了 玩得这些模型 公仔 一路被人的感觉会是责男 其实我想做一些事情出来 是利用这些别人称为毒物 希望可以提升到无形的观想价值 不只是把一架车出来 或者把高达出来 让这些小姐小秒的 但如果你高达隔离 加一只狗仔或者猫仔 之后它拖鱼 接着整件事 那个小姐姐会说 这么有趣的去拖鱼 至少那个小姐姐都会 望到这只狗在拖鱼 而去看这件作品业 当然需要收入的 我看能不能在这方面可以发展 不行的话 继续找工作也没问题 现在的慕容俊贤打算开班授徒 朝向香港第一位职业情景模型 最重要是可以把我脑里面想的东西 可以直接表达出来 我觉得不是很棒的 技术其实我觉得是时间累积 可以练到 但想法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创作来说 我辞了工就是 我负购了金 买一个乘二乘三经验值的booster 而得到的是 真的完全是 你说不出 形容不到的一些满足感 我又不至于去到 好像世界级大师 去到这样的层次 但我其实很想可以 保持我现在这样的生态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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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